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红片辑部的节目 今节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梅根和哈里王子这对夫妇 大家都知道 这两个人是经常制造话题的 又说被皇室压逼 又说被阿哥欺 又这样又那样 接着还要出本书 写衰自己的家人 那好吧 后来就搞到要移民到美国 但是一个 娇生惯样的人 又能不能够 独立生活得到 一般生活 就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在人际关系上 看来就很糟糕了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 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了我们三个频道 网红片辑部精分布和山冷起 那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大家都知道 这对夫妇 一向都是食塞米 不思进取 再加上 哈里王子 出生自大富大贵之家 姓世人都不受衣食 现在自己要 独立来到生活 又有小孩要养 又有个 老婆 他老婆美根 又不懂演戏 又不是说特别标青特别漂亮 不过就死好命 认识到哈里王子 本来 飞上枝头就变凤凰 对吧 但是不是的 就和哈里王子的 哥 威廉王子 那一家人 搞到反面 都不知为啥 那就算了 既然这对夫妇 搬去美国住 对英国皇室自然就是 没眼屎就干净盲了 对吧 那这对夫妇 在美国 做些什么呢 原来 就是因为 这对夫妇的名气 的确也吸引到 不少的工作 其中一份工作就是 被Spotify看众 邀请他两夫妇 以2000万美元 去为Spotify 做节目 但是 好不幸的就是 Spotify已经取消了 这对夫妇 达到2000万美元的合约 根据 在Spotify 体育部的负责人 名字叫Bill Simon 最近他就在他自己的 节目里面 就直撤 这对夫妇 很懒惰 还要用F字 来罵他 这对夫妇 是懒得死 懒得出执的人 这样做到Spotify的 一名高层 直接攻击 真是不惹小的 举中话 这对夫妇 比奥巴马夫妇 也就是前总统奥巴马的夫妇 原来奥巴马 也有和Spotify 有合作 也是做节目 不过 据说 奥巴马夫妇的 节目内容也不多好 但是 哈里王子 这对夫妇 比奥巴马更差 现在 Spotify 突然 断了这份工 无形中也对 哈里王子这对夫妇 带来一点的 财政压力 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位于加州的 大宅 里面的生活方式 也是非常奢华 而且账单 是不断增加的 据说 这对夫妇在2020年6月 就以1470万美元 在加州 买了 一家大宅 他们不是全款付清的 他们是 和银行贷款买的 据说 你家屋每年要交的税 就达到 144万美元 不单是这样 还有 每年的维修费用 私人保安 和 清洁家居的费用 都是好 据说这对夫妇 单是请保安 每年就要花200万美元 但是 由于 他已经离开了皇室 皇室也没有义务 没有责任 要继续供养哈里 所以 这对夫妇是需要 赚钱的 再加上 英国的媒体 和哈里 也有不少 法律诉讼 进行着 在这样的情况下 哈里这对夫妇 是很需要 来自Spotify这一笔 2000万美元的钱 虽然到目前 他们两个还没破产 但是他们 花钱仍然都是 洗脚抹脚的 其实Spotify这笔钱 真的很容易赚 据说最初 就只是 签了一系列的节目 总算 就是13个小时的节目 就做12集的 每一集 就两夫妇在 聊聊天的 讲大约一个多钟的时间 但是 他们两个在2020年 和Spotify 签了一个合约 但是去到2023年 都没做完 喂 有什么理由 两年多都做不完成 这套节目的 13个小时的节目 就可以 2000万美元 那么容易赚的钱 你两个人 都不愿意 不多花心思去做 所以 Spotify最终都忍无可忍 就cut了 这份合约 之前Spotify 也都请了 奥巴马夫妇 又是做了 类似这样的 交易 奥巴马夫妇 据说 Spotify 那方面 都不高兴 但是最后 奥巴马夫妇 都能够完成 所有节目 而至于 哈里王子夫妇 他两个人 虽然头一集 据说做得很好 但是接下来的节目 肥膩膩 做得很差 据说 这名Spotify的高层 Bill Simon 还回忆过有一晚 和哈里 在zoom上 开个会 而且 当晚 他喝醉 只不过是以义务性质 和哈里 开个会 和做一节节目 当时他和哈里 就在zoom上 读节目 希望可以 帮他 搞定那一节 那一节里面 只是 讲讲故事 当然 Bill Simon 希望可以 引导他 让他 顺利完成 那一节节目 不过 据说那次的参与 整个过程 都不太高兴 因为 节目质数 都是很差的 至于 梅根 梅根更加懒 经常借故退堂 不做事 你说 这样的人 是不是吃塞米 签好约 但是又不履行合约的责任 那这些是否一个正确的工作态 当然不是 如今这对夫妇 失去了Spotify 这份合约 再加上 遭到Spotify的高层 这样在媒体上 直接批评这对夫妇 喂 这样的情况 他将来还要签其他约 还有没有人敢找他们两个做节目呢 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疑问了 较早前 哈利王子 就声称 在纽约街头 被狗仔队跟踪 又说被途人笑 接着 还说狗仔队 追了他们成几个小时 还说到了 差点 好像发生 类似他妈妈发生过的事一样 接着 哈利王子还说 狗仔队追了几个小时之后 接着就换了上另一辆的士 后来也有 媒体访问过 开这辆的士的司机 这个司机就说 没有这样的事 亦都因为这样 就被人笑到面黄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 哈利王子这个人的性格 是吹水不抹嘴的人 据说 由于Netflix 之前 就跟 哈利王子这对夫妇 就在2020年 签署了一份 达到1亿美元的合约 据说 这份合约就很成功 亦都因为这样 对Netflix 赚到 非常多的流量 而正因为这样 Netflix 亦都希望可以 乘性追击 就希望再和 哈利夫妇 再做 新的节目出来 由于现在 哈利王子 这对夫妇 在Spotify里面 就被人腰斩了 现在也有 不少的人 都在拷问 究竟Netflix 会不会继续 和这对夫妇合作 不过据说 目前Netflix 的人也说 他们仍然 希望可以继续 和哈利王子这对夫妇 继续合作 暂时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虽然 这对夫妇 和Spotify 这份合约就结束了 不过据说 他两夫妇就不觉得 什么回事 而梅根 现在更加在找 他一些熟悉的 来自 Hollywood的 有钱人 希望可以 找到更多的生意 随便回来 除此之外 哈利也还有其他收入 其中就是替 一家初创公司 叫做BetterUp 的公司 担任这个 首席影响官 对港 这份工作 就不像雇员 出量 只是挂个名 以及以一次性的付款 除此之外 这对夫妇还很喜欢 选择 他们不是什么都接的 其中一项工作 对港只是 邀请了 哈利 在一家公司的晚宴里 说几句说话 但是哈利 就不肯接那单工作 而且根据一些业内的人士所说 在这两夫妇工作的团队里 就经常换人 因为这两夫妇 是不听人说 对工作 慢得惊心的态度 很多替他做事 的人 都做到没了心机 所以 哈利王子的团队底下 经常很多人都是 做着做着就不做 就离职的 那就当然了 虽然 这对夫妇 是这个哈利团队的老板 但是老板 都不做事的 你怎么能够可以 叫员工 帮到手才行 老实说 我自己就很想 看到这些小伙子 失败的样子 花了些钱 然后 跪回英国 求老爸 求阿哥帮手 一个自小 嬌生 惯养 根本 都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 还要那么喜欢 炒作那些无谓的话题 然后还很快就被人读爆 你说这对夫妇是多么笨呢 做事又肥溜溜 别人跟你签了约 你就不多理一样 别人就剪掉你的约 2000万美元可能在他们眼中 就不是什么数字 但是要看看 你自己也有很多贷款要还 是不是 自己也不是有钱的 原来是 因为 没了 他老爸 经过皇室来的资助 根本 都不能够自己独立生存 所以我又很希望 有一天见到他这对夫妇 失败的样子 好 今集就先讲到这里为止 再有新的消息 就会再跟大家跟进一下 好了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其他的话题 欢迎订阅